你有没有想过到我们国家发生天灾的时候 别的国家会不会趁虚而入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我看到这视频分析几个事情 我突然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今天跟大家唠唠咱们国家有多强大 结论就是啊 很多国家都想趁虚而入 他不敢 你知道奔川地震的时候 除了全国权力抗争救灾相关新闻 还有什么新闻最多吗 就是中国解放军各种装备动员 军事演习 甚至连在多日新闻亮出各种装备 全国军区都进入一级戒备 各种大型的战略武器都进入备战的状态 如果你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你吸品一下这件事 一直对我们不怀好意的小日子过得不怎么样的啊 那个人 第一个派出了救援队 但是他们救援队迷路了 哎 到了走到了我们西北某军区的附近 那么聪明的你是不是一瞬间就想明白了件事 还有在新冠起初的时候呢 一两个月 全世界多国尤其是不友好的那个国家 试图把中国宣布为疫区 借着疫情的由头 对我们落井下石断工 并禁止一切关键的一些物资的运输 那个时候以漂亮国为首 印度啊 越南还有等国 纷纷禁止对中国出口粮食棉花以及医疗物资 以色列还把我们的国家的游客 直接放逐到沙漠 让他们自生自灭 你觉得他们对我们国家不怀好意能到什么程度 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 那个时候谷歌地图出故障了 导致我们救援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更别提印度的军人公然的越过边界 阻挠我国公共施工 以及各种龌龊之士 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新闻 空军6架运20辆 两架运9 以及其他那些军用飞机 一共11架运输机 从全国7个不同的机场起飞 同时抵达武汉的机场 运送医表物资和一些其他的物资 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 我之前没有想太多 这个人的分析是 细想一下 不同地点 不同的距离 不同的飞行速度 最后同时抵达 从飞行顺序 飞行速度 航线的安排等等计划开始 空域的协调 中间还要考虑天气的原因 这个动员真的只是运送物资 这么简单吗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的边境 突然发生了武装冲突 需要在一天之内 从不同的军区 调配不同的飞机 作战力量过来作战 那么不同军区同时到达 这个组织能力有多强 你可能不理解 我举个例子 你打过游戏吗 游戏的时候来敌人 一个一个打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如果是一群敌人 一起来的话 那个攻击量级 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所以说如果不是强大的武装力量守护 他们早就蚕食我们的土地了 正如爱教授所说 尊严存在于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我现在看国外的一些战争新闻 我就感觉很不真实 不像发生在2023年的事 可想而知 我们的太平盛世 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多努力才能守护 都说今年除夕不放假 都在吐槽 我看有个军嫂说 他们每年过年的时候 军区都是最忙的时候 会进入一级戒备 备战状态 因为每到年假 或者说大型的假期的时候 就是就很松懈 别的国家就有趁虚而入的危险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今天意识到这个事情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公民 都应该紧急 导致 导致 就很下注 就很下注 这个地方 我们来讲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